一般兔子变盆通常以塑胶为本体,虽然轻,价格划算,但同时也有清洁不佳,就易卡尿垢的问题。 这款由陶瓷为主材质的变盆设计,强调拥有极易清理尿概、尿垢的优点,同时也因为重量够,兔子移动跳跃时不易挪移。 本款商品提供两种设计,其中五角形变盆特别适合尾部较宽大的兔种,使其有足够空间能好好上厕所。 然而,铁网设计较不适合幼兔,且正因为是陶瓷才制导致稍嫌沉重,如果家中小朋友平时也会帮忙照顾,可能会造成挪动上的困难,假使不小心破损则有受伤疑虑。 这款商品以方形的塑胶踏垫网格呈现,接触面积大,比起铁货不锈钢制的坚硬筛网,长时间踩踏实较不易引起脚步不适,同时也没有生锈问题,能够尽情以清水冲洗、擦拭,便是它最大的优点。 而若摆放空间有限,本品亦有三角款式可选。 然而兔子尿液中含钙量高,在打扫上必须多加注意,如果没有时间或疏于清洁,累积久了塑胶,踏垫,就会开始泛黄。 另外,这款变盆的网格较小,对于大型兔中在排泄时可能会不敷使用,必须时常清理。 宠物定点便逆是从小就该展开训练的课题,尤其对兔子这样天性是一边进食,一边排便的宠物而言,如何让他们记得定点上厕所,想必是令许多似主感到苦恼的问题。 此款缩小了踏垫间隔的兔变盆,正是专为幼兔们所设计的款式,让足部娇小的宠物兔站在上方失利时加倍平稳,舒适而不会陷落。 至于变盆内部的倾斜设计,能够使排泄物流向前端位置,让电材完整吸收,帮助后续清洁更加轻松地完成。 而且它的价格平时,将来要换成兔变盆也比较不心疼荷包。 尽管铜属塑胶材质,本款兔变盆强调使用已无毒,非回收材质所制造,增添使用安心。 同时,它能够以挂钩方式固定在兔笼边,在整体设计上前低后高,让宠物兔能够轻松进入变盆,并顺应退后排泄的本能,且网面比一般的兔变盆高。 若习惯放置吸水后会膨胀的木屑纱等侧纱,也不用担心兔宝贝在移动时会沾到排泄物。 比起可爱花俏的兔变盆外形,本款以低调的浅灰色系呈现,带来简约,清爽的视觉感,适合喜欢中性色调的四主们。 想要使用变盆,又希望尽其所能地利用角落位置,那么三角造型的兔变盆设计就是最好的选择。 本款除了能够有效节省空间,也提供了僵踏垫高的设计,建议里头可放入松木屑,或尿布垫等类型的垫材,除了可以完整吸收排泄物外,也能帮助宠物的毛色不会遭到污染,干净如初。 本商品提供两款纯色选择,变盆背面也附上带挂钩的设计,可固定挂放在兔笼中,如果各位饲养的适中,小型的兔子,试着使用看看三角形的变盆吧。 为解决宠物兔鹰活泼好动,行动粗鲁而容易打翻变盆的问题,该厂商特别加宽,加深了产品边缘,不仅能够防止尿液喷溅,双卡扣的固定方式,也令变盆更稳固,无论宠物如何作乱都能不动如山。 倘若各位所饲养的是较大型的兔种,比如法国或德国安哥拉兔,本品整体长度也将近有40厘米,正巧可搭配大型铜使用。 加上推出的色技艺有不易显脏,泛黄的黑色、棕色,重视外观整洁感的四竹也别错过。 饰盒中,小型宠物兔使用的三角形扇形变盆,算是兔变盆设计的主流,它拥有可以放置在角落,不占空间种种好处,如果各位居住在套房,或在家中自己的房间里饲养兔子,就非常适合这款商品。 本款变盆不仅底部特别加深,同时呈现双层踏垫设计,让尾部较肥厚的兔宝杯使用时能够更轻松,且可容纳更多排泄量并避免弄脏足部。 除此之外,前缘部分安装了防啃板,避免成为宠物兔磨牙时的啃咬目标。 加上其以链条作为固定方式,还能够调整长度以搭配不同款式的兔笼,实用度极佳。 属于基本型的方形设计,搭配上恰到好处的尺寸大小,就算是体型较大的兔子也不易产生压迫感。 此外,其他板部分采用塑胶材质所致,不仅免除了长期使用导致生锈的一律外,加粗碳网,也能保护兔宝嫩脚不受到伤害,适当空格间隔易可避免踩空情形发生。 不过这款商品并无副挂钩,且因塑料质地颇为轻盈,虽有助于减轻似主移动或清洁时的负担,但难免会有稳定性不足的问题,在设置上需多费点心思,以免兔子在活蹦乱跳中将变盆打翻。 此款产品最大的魅力,就在屋使用精益均加工的塑料材质打造而成,能带给寺主与兔宝更多一层的安心感,来自日本品牌的高品质也十分值得信赖。 至于变盆的角落两侧,则有特别加高,能有效预防尿液喷溅,打扫起来更为省力。 另一方面,挂钩设计能提高稳固性,方形结构亦可提供兔宝充裕的如厕空间, 加上金属踏板具有不易沾黏粘粪便,以及不易堆积导致结石等优点,深受不少似主青睐,只是由于,该镂空间隔偏大,又吐或体型较小的吐保应避免为佳。 市面上大部分的吐变盆几乎都以单层外形为主,双层且为抽屉式的设计较为少见,而能够轻松拖出,移开的底层, 在清洁吐变盆时可以获得很大的帮助,像是必须将使用太久的垫材,吐杀须整个倒掉时,或是清洗擦拭的过程中,都能够达到更全面性的清洁。 只是有一点较为可惜的是,由于是双层设计,因此变盆将近20厘米高,对幼兔或体型较小的猪如兔来说,上下并不方便, 久而久之可能会降低宠物兔使用变盆的兴趣,所以也不适合作为最初做定点训练的变盆款式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